快看,不要怀疑,这是用AI生成的影片 嘿,我是忍者妈妈,带你使用AI工具完成自己的动画作品 我们今天要来讲Luma,Luma Dream Machine 它是一个AI生成影片的工具 它有可能成为Sora最强劲的对手 它目前最大的特色就是画质流畅 目前可以生成5秒的影片 首先我们来到它的网站 点选右上角的Try Now 用Google账号登入 点选Account 这边可以看到你的剩余额度 以及它的收费表 费用看起来不便宜 因为AI生成影片很吃算力 目前免费账号一个月有30点 1点可以生成一个影片 它的使用者界面非常简洁 眼睛没睡醒,还会误以为是搜索引擎 在这里直接输入文字 勾选增强提示词 按生成就可以咯 不知道要写什么的话 下面也有随机提供一些范例 也可以上传自己的图片 一样输入提示词 勾选增强提示词 再按生成就可以咯 这边生成需要一点时间 为了分散算力使用 目前免费账户一天最多只能生成10个影片 每个影片长度5秒钟 完成之后 点进去影片 再点进去这里 点选影片右下角的3个点点 选择下载就可以咯 如果要回到原本的地方 直接选择浏览器的上一页 就可以回到这边 影片在生成的过程中 如果你发现一直停留在黑色画面 可以重新整理网页刷新页面 就会出现结果 最近还蛮常荡在这边 接下来我们点选上方的Learn More 来看一下官方的教学 如果你觉得全英文的网站 看得很慢 或看起来有点吃力 可以安装Immersive这个工具 安装方式可以参考我之前的这支影片 它非常好用 很适合用来跨越语言障碍 学习新知识 好 那要怎么写好提示词呢 我们在这一集有讲过一个万能公式 学习写提示词 就像小学生一样照样造句 先学习官方的范例 再练习修改范例 熟悉后再完全自己写 这是最快熟悉一个AI工具的方式 我们现在就来看官方的范例 一辆红色汽车在路上行驶 只用增强提示词 只要描述你希望在场景中发生的事情 所以提示词可以这样写 物件主体加上动作 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事 如果这样做一直无法获得理想的结果 那就可以试试看不要勾选增强提示词 但是你就要把图像描述清楚 把场景中发生的事情描述清楚 另外不管是否勾选增强提示词 都要尽可能描述重要的细节 正在执行的动作 以及场景的不同部分应该要如何移动 例如一名跳芭蕾舞的女子 旋转时双臂优雅地向上伸展 身后的舞者低头向地面鞠躬 再来文字生成影片的部分 他也是建议勾选增强提示词 你只要把重点讲清楚 例如泰迪熊在海洋中游泳 他就会自动生成附加其他的描述 如果结果不理想 再取消勾选增强提示词 这时候就需要至少三到四句话 描述场景的内容和期望的动作 例如以一种忧郁怀旧的风格 一个年轻人坐在森林里的树桩上 温暖的秋叶围绕着他 他穿着棕色夹克 深色衬衫和蓝色牛仔裤 手指灵巧地沿着原生及他的纸板移动 看到这边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 官方一直在强调 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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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动作在提示词里面 占了很重要的位置 再来 如果你希望获得更好的结果 可以参考下面几种做法 第一 描述运镜方式 例如 戏剧性的放大或是无人机拍摄 第二 描述动作 例如 一只泰迪熊用手臂和脚在水中游泳 潘级的水花四件 第三 描述物件特征 例如 戴着墨镜的白色泰迪熊 毛皮质地柔软 第四 描述背景 例如 扎勒比海滩附近美丽的多云日落 再来 他目前没有支援附像提示词的功能 也不能变更场宽比 只有付费使用者才能作为商业用途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实测结果 虽然他还是有人物扭曲的问题 但是已经不是每一步都会扭曲了 还是有机会生成没有扭曲的 另外 他的画质是真的比较流畅 不会有那种模糊的感觉 撇开人物扭曲不看 背景的延伸几乎都很流畅 没有什么违和感 如果一定要挑问题的话 最多就是衔接的时候有一点色差 至于人物扭曲的部分 我们可以透过剪接做画面跳转 保留自己要的镜头就好 这个问题就可以直接解决 官方自己也有提到 他目前还是有以下几个限制 变形的问题 移动不够顺畅 无法辨识文字 最后一个就是有前后两张脸的问题 如果你生成的影片出现这些问题 也不用太惊讶 这是目前每一个AI生成影片工具的共同问题 只能多试几次碰碰运气 透过剪辑技巧来化解问题 等待AI更进步的那一天 今天分享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是不是很简单呢 赶快去试试看吧 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按赞还有开启小铃铛 让我们一起站在 AI这个巨人的肩膀上 看得更高更远吧